還望著在司機的玻璃窗外面 有個女人趴在那裏 不斷拍她的窗 不斷拍她的窗 有很多血的掌印拍在那裏 在車內關窗的情況下 很清晰聽到這個女人說 You hit me! You hit me! Stop! 各位同你ROGI,信不信由你? 歡迎大家收看幽靈,開始 聊到我CAN和拍檔康和大家見面的 在開始之前記得要follow你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隔個星期上月六個六 還記得星期一領身領事 收聽我們幽靈開始 38.2號台 好,今天我們又說一些故事 前陣子我在網上看到一個post 挺恐怖,其實是一個鬼故post 引起我想說今天的話題 今天我們就說說交通事故 交通有關的靈異 我這個故事先打響頭炮 其實都是一個post,真人真試過 話說在阿根廷有一隊貨櫃車司機的車隊 你知道拖頭車一次過開就開很多小時 而且不理會是日後還是夜晚 一直在開的 加州我們也有很多 我相信中國也有很多 很多 尤其是貨櫃車司機很多時在美國 還要穿州過省 譬如是中國的地方 他們很多時開車 真的要從這個州去到這個省去到那個省 是要走夜晚 長途 所以其實貨車司機的錢不容易賺 是 很辛苦 但他們也挺有錢的 但這個有一點特別 為何說這件事恐怖呢 就是因為這個故事的點是完全被錄影下來的 因為他們這一次這一隊的貨車司機 不只是一人行動 他們是一隊行動 他在這個司機遇到的事情之後 後面的人是錄影了 發生什麼事呢 就有個拖頭司機 就駕駛車 他駕駛在公路上 就看到有個女人在路邊 他就沒有理會了 就… 就過了 但他就在想 這位女士在公路上 說是公路 公路路 怕有危險 他就打電話給她的電話台 跟她的拍檔在後面說 路邊有一位女士 大家注意、大家留意 大家小心點 然後他就摸一摸到後鏡 女人不見了 女人不見了 接著她的電話台就叫上來了 她就說 喂 那個女人不在路邊 那個女人現在 是在你的貨車後面 然後呢 整段片 你們看到 有一位女士長頭髮的 就站在這個拖頭的後面 隨風跳的 對 就是閉著頭 你看不到她的樣子 然後她過了一陣子 女士就消失了 是在面前消失了 然後原本她們整個車隊 是在附近那裡 是流宿的燒 休息一休息之後 就繼續上路了 但太害怕了 她不想在這附近 繼續逗留 這一具車隊就駕駛多80公里 起碼駕駛多一個半小時才去找一間酒店 去留宿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故事 我知道 Colin也帶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其實這件事會令你想起我剛剛上浮 80年代 我剛剛上浮的時候 就在我們Bay Area 因為我以前在這裏說過的 我記得一個鬼怪故事 就是在我們一條比較 在我們這邊的版本 就是5號洲際功勞 就是可以駕駛羅山 就是說半夜的那隊公戚開車 經過那個Freeway 在半山上的Freeway 突然見到有個女人衝過來 跟他們說半夜三間 他們開得很快 不知道沒有車 而是被撞到那個女人 然後撞到了那個女人 很可怕 但他們想起 在當地的一個傳說 撞到半夜三間出現女人 撞到不要停車 因為這個不是女人 所以他們在想 我應該停車回頭 去看看是否真的撞到那個女人的時候 男人是做司機,女人坐在旁邊 突然發生尖叫 在那個女人的旁邊叫 什麼事叫 剛才撞完一個女人,她都驚雲未定的時候 突然那個女伴在旁邊叫 她看什麼事,不斷指她旁邊 她就在旁邊看見旁邊的玻璃窗外面 有個女人趴在旁邊,不斷拍她的窗 不斷拍她的窗 就有很多血的掌印拍在旁邊 在車內關了窗的情況下 很清晰地聽到這個女人說 You hit me, you hit me Stop 我更加害怕,很詭異 這個女人撞到兩個女人趴著窗 在她駕駛的時候 就想起那個傳說 這個是一個靈體很多人試過 那些人就說不要停車 繼續keep going 然後這個女人不見在這邊 就出現了在另一邊 浪費的那邊 拍了玻璃窗 繼續You hit me, you hit me 整個過程很害怕 她就繼續撞走,不斷拍了 拍了一輪之後 這個前前後 這個女人很神奇地 可以在她前面的打風波 放在頭上拍她的窗 在左邊拍 嚇到情侶已經發瘋了 好了 隔了一段時間 就不見了 不見了之後 去到一個中途休息站 你知道 我們習慣去穿州過省 人們都知道 有些中途休息站 即是停在中途休息站那裡 兩個人很害怕 但是那邊休息站附近 有間奢侶 即是被駕駛長途車人 當然會去買食物 去廁所 便利店 在那間便利店 停下來 很害怕 去買一杯咖啡喝 走回來的時候 她的印象當中 就是她有很多血手人 不斷拍過車 整個玻璃都是血手人 但當她下車看的時候 車是甚麼事都沒有 甚麼獎人 甚麼所謂的以前 之前見到的所有的血手人 都沒有 這個就是 當時傳得廢廢的樣子 就在我們 我上課的時候 所有朋友都講過這個故事 就 嘩好恐怖 就變成我們搞定 過夜晚駕駛車 都很害怕 不會突然撞她 突然會被她撞到 我們都會害怕 當時來說 在八十年代中 大概是八三年至八九年的時候 這個傳說在我們這邊 都很多人聽過 我也經常聽很多這些 但這個故事 除了告訴別人 不要停 其實我也想告訴別人 就是 你不要在那裏折車 就是你上網看 你看電視 經常看很多這樣折車法 你如果這樣折車 你被撞到別人 是不會停的 是的 但是後期 我認識到一些 很多個版本 然後有些人說 不是 這個版本 其實不是發生在美國 是發生在雲頂高原那邊 就是馬來西亞那邊 這個第一個故事 應該出現在馬來西亞那邊 雲頂高原那邊 我說不是 我三班朋友爭論 我說不是 我說是加州的 是羅省的 但是後來 我有個加拿大的親戚 那個加拿大的親戚 他說不是 這個故事 是在我們加拿大的 所以我究竟這個故事的來源 出自哪一個地區 已經無從稽考了 但是當年我記得我們上課的時候 每個開車的朋友 我們都聽過這個故事 如果網上的朋友 你們又不是在這三個地方 但是又在你鄉下發生過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休息一會 一息回來繼續 幼齡開始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遊靈 開始 仍然我Ken Colin和大家講一講 交通上的靈異故事 是的 這一宗靈異故事 我一位內地的網友 他提供了 在他們當年來講 十五年前差不多 就出現了一宗很靈異的公路上的 靈異個案事件 為什麼呢 因為這宗存了十五年 依然今時今日 在機器上網 都會有人提起這宗 就叫三七五號公車的公路事件 OK 內地有很多人知道 不妨在這裏和大家交流一下 這個事件很有趣 它有三個版本 首先那個版本 最正經的版本 最正經的版本 就是新聞報道 新聞報道當時來說 在1996年的冬天 在北京那邊 就叫三七五公路 當時有人有公交車 公交車 便走一叫登去 夜晚 當年有�iny 這個 Mari 這些女兒 是一個退役了的奧運選手 代表國家隊的奧運選手 例如譬如查得到 對 所以便是新聞 因為退役了國家隊的一個運動員 現在是做教練,即是退役了就做教練 晚上很晚才回家 而當時來說,他上了車後 下一個站,那個站也是他知道的 因為那是一間大學的 當時那個地方的大行的一間巴士站 而在大學裡面,他本身在任教運動體育那邊 所以他更加會清楚這些東西 當時他做了事情,就回家 經過校站的時候,就有個伯伯上車 這個伯伯是一個退役的軍人 因為打仗時,他傷殘了,所以他拐一下拐一下 而這個伯伯是這間大學的康奸 因為他為了英勇,受獎賞 所以退役之後,就算地方不請他到 這個大學也請他回來,就做一個康奸 這個伯伯又上車 兩人打完招呼,那個伯伯坐得很厚 當時來說 新聞報道說 當時來說 就是這隊 兩個人在車內 坐一坐,去到第一站,有三個人上車 就是兩個男人 有些有東西嫌疑,但鴨嘴沒有的就說沒有 總之新聞就報道 總之有兩個男人上車 那兩個男人就是托著一個人上車 上車的時候,駕駛巴士的是一個女司機 而當時來說,因為他們當年來說 很多地方已經沒有再有巴士賣票 但因為這間巴士走的公路比較偏 所以就保留著一個女售票員 即是說,巴士裡面本身有四個人 女巴士司機 女售票員 還有那個女角 就是一個伯伯,四個人 然後這兩個人抬著一個 暈了一個人上車的那種 抬著他上來 上來的時候 那個司機問他發生什麼事 那兩個人就說 我的朋友飲大了 所以駕駛不到車 抬著他回家 所以變成那個司機 女司機和那個女售票員 就不以為意地喝他 然後扶著進來之後 很奇怪,他們不坐下 那兩個人就這樣扶著那人站在那裡 在那裡坐巴士王 接著那個伯伯就走上前 就去拍那個女生 那女生覺得什麼事都無緣無故 雖然我知道你是誰 但不熟悉的 你拍我把鬼嗎 看一看他 那伯伯就這樣打散眼色 不知道做什麼 接著那個女生不理他 然後那個伯伯就伸手摸他頸 那他就 哇,我跟那個伯伯 嚇咳豬手 然後就坐上來 那個伯伯就說 我說我哪有菲莉莉 那他們就說 好了,兩個爭輪完之後 就說不如停車 我們一起去報公案 去搞清這件事 哦,OK 所以迫與無奈 那女巴士司機就停下車 就讓他們兩個下車 下車之後 新聞的報導是這麼說的 事後呢 那個白解釋 為什麼搞這種事 引那個女生下車 就是我只能救到你 我救不到另外的巴士司機 和那個女士受騙員 他都覺得很內疚 為什麼呢 他說他以前打仗 他見慣死人 他說剛才那兩個男人 抬著上來的那個 攤著的那個 是一個死了的人 OK 因為他很明顯看著 他的頸骨是截斷了的 而且他應該死了一段時間 因為全身是僵硬的 因為當時的天氣很冷 所以我巴士司機就沒有為疑 因為全身僵硬 冷到硬了 都很不奇 但是那個伯伯就說 我打過仗 我見過死人 我肯定那個人已經死了 我說這兩個人 應該殺人之後 準備去棄屍 他覺得有危險 所以就沒有辦法 引了這個女生下車 而後來新聞報道 就說這兩個人是自首的 為什麼會自首呢 因為他覺得這個白 跟這個女生下車的話 他可能覺得已經被人發現了 所以就主動向這個女司機自首 新聞報出來就說 原來他們本身是開車 然後喝醉了酒 發生了衝突 不知道怎樣 誤殺了這個男人 所以誤撞死了這個男人 但是那兩個男人就怕著 屍體擺放在牢上 有危險被人發現 打算抬走他 就想著去放生意 才埋屍 但新聞就覺得 一來可能內疚 就發覺 可能被懷疑白眼釋穿了他 即是走不掉了 唯有自己報警 就當是誤殺了 新聞就是這樣說 好 事後傳出了另外兩個不同的版本 那究竟那兩個版本是什麼呢 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回來繼續 休息一會 開始 歡迎回來最後一節的 休息一會 開始 迎迎我 Ken Colin 跟大家分享 剛剛那個交通事故 就算不是靈異 都很恐怖 但之後那兩個版本是怎樣 另外兩個版本 開頭那段差不多 都是兩個人坐在這裏 伯伯和女生坐在這裏 伯伯全都坐在最後 身體就手上前 擾輪之後下車 都是因為有三個男人上車 而這個版本就是 大致上和之前報道新聞的 是差不多的 是抬著死亡的人上來 然後他們兩個下車 但是就不跟新聞一樣 就說有人報警 他自首之而似之類 就沒有 而是在翌日 這個地點 他們下車的地點那一站 之後沒有多遠的 一個比較偏交的站 就發現了一輛巴士 燒死了 上面有三個死者 一個就是女巴士司機 一個就是女受騙員 和一個男人的屍體在那裏 這個巴士在路邊 整個燒爛了 就發現了三個屍體 然後那個巴士 跟那個女生說這件事 一個女生事後喝大了 才爆發給閨密聽 閨密就傳算出來 就知道了這件事 這件意外 有個燒罪了巴士 死了三個人 這件案是甚麼 原來背後故事就是這樣 然後就說 可能懷疑甚麼 就是那兩個男人毀屍滅 就殺了那兩個巴士司機 和那個女受騙員 這個就是第二個版本 都未算是很靈異 而最靈異的版本出來了 大致上是一樣 是一樣 就是兩個坐在那裏 去到某個站 有三個男人上車 但是這三個男人 就不是死了 亦都沒有人暈倒 有三個很普通 穿得很古怪 在一些類似軍裝 又不像軍裝那款的 夜行衣 三個男人走上去 而上來之後 這個夜班巴士裏面 因為周圍都是座位 只有他兩個坐在那裏 阿伯和女生 但是這三個男人上車 是沒有坐在那裏 沿途是站在那裏 而這件事 接著伯伯就騷擾這個女生 搞了大量有非禮 又不是非禮 之外就兩個下車 在下車之後 接著 翌日 在 就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車 翌日發現了時 是翻側落斜坡 司機和女兽也死了 OK 但是為什麼他要下車呢 因為伯伯下車之後 才跟這個女生說 那個女生就想著 很奇怪 為什麼伯伯會搞這麼大壇事 是不是真的想 真的要 要飛去我 什麼什麼什麼 在他還在想著 究竟伯伯搞什麼的情況之下 伯伯跟他說 你沒有發覺 剛才三個男人站在那裏的時候 他們不是站在那裏 他們是飄在那裏 因為三個下面是沒有腳的 三個男人是離地飄在那裏 下面是沒有腳的 然後伯伯在坐在最後 他們看到那三個男人沒有腳 所以他才覺得很邪門 所以要搞這個女生 找引這個女生下車 但因為他不可以叫巴士停車 救不到巴士司機和女兽票員 所以換句話來說 他有可能是覺得那些是鬼差 可能就要拖司機或者兽票員 所以有一個版本新聞就說 不是沒事 是一天花士出了意外 翻側翻滾了斜坡 受票員和司機死了 新聞就是這樣說的 應該是另一個新聞 所謂的傳出來的新聞 不知道真是假 但因為這個女生 飲大了跟骨脈說完這件事之後 骨脈就散開了 究竟這三個版本 哪個才是真的呢 真的不知道 真的要等你們幫我們留言 真的無從技巧 但我又想起 最近內地一套網劇 其實那個故事是說一個循環 那兩天男女主角掉了一個循環 不停在巴士上循環 發生了一個爆炸意外 女主角就是想爆發 去救一些人下去 救了一個男主角下車 類似這個情節 就是扮非禮 明白明白 所以更加勾起 這個情節很像這個 當年留存了十五年在內地北京 這個位置發生的一宗車禍 說到中國 我想說一說香港 香港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公路 不同的道路 我想說一說最後幾分鐘 我想說一說 我小時候是住屯門的 我們屯門來香港九龍 有一條最長的公路 叫屯門公路 沒錯 我相信大家如果在香港住 一點也不陌生 就是因為這個屯門公路很長 當然在真實上 亦發生過不同的自民的交通意外 亦在不同的靈異事件 也發生過這個屯門公路 就是整條公路很長 我很記得有一次 年輕的時候 喝醉地 走這個屯門公路 我覺得我好像入了結界 永遠都回不到家 永遠就坐在那裡 有幾個我覺得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其中一個就是 當年有一個交通警 這樣就停止了一個超速的司機 在停止了的期間 不知道是因為那個泥頭 後面就有泥頭車 泥頭車的司機 不知道他是太睏也好 喝了酒也好 甚麼都好 我看到警車 他鼻也沒有鼻 直接撞到警車 還有那個交通警 交通警即場死亡 從此之後 有很多人就說 那些泥頭車 經常都在屯門公路經過 經常都會被別人去 罰這個招呼 有個交通警停他們 然後就被他們說 嘩 後面移動了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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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交通警 嘩 這裡是密室 這裡是沒風的 嗯 我們繼續吧 繼續吧 我們不要送完朋友 嘩 糟糕 糟糕 嘩 搞到嘴 Anyway 那個故事就是 那個泥頭車 那些人 經常都說 泥頭車會收到 Spearing Ticket 然後收到Spearing Ticket 之後 去交這個Spearing Ticket 原來那個Ticket是沒有東西的 原來就是說 這個 交通警過了 因為這些在美國也發生 在金門公園 其實在屯門公路 當年為何會這麼多事情發生 當年屯門公路起的時候 當地的村民是反對我的 因為那裡的山 在我們建的時候 是一條農物 如果在我們建的時候 會撮斷一條農物 即是說 攔腰斬了 就會斬到農物 就會招來很多 不好的事情 但當時政府當然不會理 因為西洋政府 那時英治時期 那些鬼佬公官 很熟 就是坐牠 但果然建完之後 當年發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我們最熟悉的 香港的一個藝人 當年的一個明星 傅星 恩尼的老公 傅星 直都是因為在屯門公路車禍而過世 而他過世之後 傳出了一段這樣的靈異事件的傳說 就是當時來說 他哥哥開車 傅星坐在旁邊 這樣說 開車時傅星說 為何公路婆哪會有大排檔呢 他說他見到大排檔 洗經那條路的時候 見到大排檔 這個很出名的 很多當年駕駛這條路的司機都說 在這條路是見過一個大排檔的路邊 是很無名其妙的 但他說他哥哥見不到 那深本時開車時 為何會發生意義 就是當時開車時 大家傅星說有人 但公路上是沒有人的 他有人走出來 就推過檔 推過檔 所以才發生了交通意義 明白明白 真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快點拍完了 我們下次再見 OK 拜拜 拜拜